阿龙是他们在说 什么是他们跟你说的 2012大选中天最在地 中天最靠近 请一下 再起来大声喊出来 选举发誓吐转白 11月15号起 每周一到中午 天天咖哩 作误会行 大选到时有36天 眼看着一把火又烧向了蔡英文 国民党昨天大动作拿出了证据 说蔡英文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她火速通过了国发基金投资案 而卸任之后没多久 她又接了被投资的宇昌生计董事长 不只违反这个旋转门条款 同时她利用另外一家公司台帽 出脱了持股 买空卖空 整个宇昌案在选前爆发 宛如十年前宋楚瑜的新票案 2007年9月 蔡英文找到卸任后的工作 出任宇昌生计董事长 国发基金一共投入6.6亿 现在被揭露大有问题 蔡英文现任前当年2月9号 何美愿意极机密文件上成正负隔魁 15号苏贞昌蔡英文在短短6天内 火速批准国发基金投资开发新药 就是后来的宇昌生计 那这里面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那些条件是将来 我们大概想要付出什么代价 去取得这个新药的授钱 所以这些条件是不能事先曝光了 所以我们就用极机密的案件 当年520辞去赴隔魁后 蔡英文8月底两度发函 要求国发基金拨款 回忆的是当时台帽和宇昌都还没成立 三天后4000万入账台帽成立 宇昌的资金到位后两天才成立 你公司还没有成立啊 还只是筹备处 为什么要申请拨款 因为按照台湾的公司法 公司设立的规定 就是规定公司设立之前 要先募集资金 蔡英文自己通过国发基金申请 自己跑去接董作 可能涉及违反旋转门条款 家族资金成立台帽 事后把持股出脱 更被质疑买空卖空 所谓的天使基金 是不是叫做魔鬼基金 所谓的救火队的角色 是不是实际上是一个抢钱队 十年前的新票案 大选前四个月爆发 被视为送处于游胜转衰的关键 如今蔡英文的宇昌案 在选前倒数时刻被追打 关键赢案 蔡英文必须说清楚 讲明白 最绝对刘小琪 特别报道